它们为什么要爬上高高的树 它们又为啥要摘树叶子 大嗓门的鹅是什么鹅 它们怎样才能喝上山泉水 科技院马上为您讲述 欢迎来到由政大独家冠名的科技院 让我们感受农业科技的魅力 在湖南的绍阳一到了春天 就有很多人开始在山里头转来转去 它们到底在寻找什么呢 它们在山里头转来转去 为的是寻找一种树 如果运气足够好的话 它们有可能会找到百年老树 这个树大概有一百多年了 因为你看这个树这么大的 一个人都抱不了了 你看 遇到这样的老树 它们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赶紧爬上这棵高高的树 这个树大概有多高 三十米 爬就很费劲 是啊 所以我们就是打了马丁才能够爬上去 它们费了这么大的力气 走了这么远的路 辛辛苦苦找到了树 然后还要费力爬上去 它们这样做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它们费劲周折就是为了摘树叶 那这究竟是什么树 它们为什么要摘这种树的叶子呢 这种树的名字叫青钱柳 之所以叫青钱柳 是因为它的花好像是一串串的铜钱 它也因此有一个极其形象化的名字 青钱柳 在当地它还有一些别称 我们这里的地方叫做摘树叶树 正是赋予了这棵树的某种含义 也因此深受当地人的喜爱 甚至到了崇拜的地步 而这种被称作摇钱树的树 也真的能配得上这响当当的名字 因为它给当地人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带来效益的就是这满树的叶子 这个树说起来也是很神奇的东西 你看这个叶子 摘下来这个叶子尝一下很甜的 这些吃起来很甜的叶子被做成茶叶 这是一种与种不同的茶 这种树也是一种神奇的树 在医学界清钱柳被公认为 是人类的第三棵生命之树 医学界公认的第一棵生命之树 是柳树 由此发明了阿斯匹林 医学界公认的第二棵生命之树 是红豆山 从中提炼出的紫山唇 在治疗癌症的过程中 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而清钱柳则是医学界公认的第三棵生命之树 它对于缓解糖尿病有很大的好处 它更多的医疗价值目前还在研究阶段 正是看到了清钱柳的巨大的市场潜力 近几年藏在深山里的清钱柳备受关注 湖南绍阳地区还将清钱柳 作为主导产业进行开发 要想产业化 光靠野生的清钱柳肯定不行 因为清钱柳是一种非常稀少的树 清作为植物界的大树 清钱柳是国家二级珍稀保护树种 它已经在地球上存在了数亿年之久 野生的清钱柳数量极少 多数是零星分布的 三五棵聚集在一起的就已经极为少见了 1985年 在湖南绍阳发现了迄今为止最大的清钱柳野生群 数量竟然达到三千余棵 令植物学家非常的震惊 湖南绍阳也因此被确定为我国清钱柳的原产地 尽管数量有三千多棵 但是这三千多棵清钱柳是在整个绍阳地区的大山里 要想找到它们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即便是找到了清钱柳 上树去摘叶子也是一件很麻烦的事 在清钱柳产业化发展上面 它们做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找到了适合大面积生长清钱柳的地方 清钱柳的品质好不好 与它们的生长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它们发现深山中的清钱柳品质最好 一般产地的清钱柳叶片 泡上几次就不能再泡了 但是深山老林中的清钱柳叶片 却是又肥又厚 而且可以泡上很多次 这说明清钱柳品质好坏 与海拔高度有关系 海拔在九百到一千二百米的高山上生长的清钱柳 引致最好 除了海拔高以外 清钱柳品质好坏 还与它们的生长环境有关系 那些品质好的清钱柳 大多生活在小溪旁边 它要长出一个湿度 假如湿度没有达到的话 它那个清钱柳的水分工艺不像 它那个口感就没有那么好了 要想种出品质好的清钱柳 一定要满足两个条件 其一是海拔要在九百到一千二百米左右 其二是一定要在小溪边 有充足的水源 它们在深山里选好了这样的地方 然后将清钱柳种子播种下去 第二年 清钱柳越长越高 如果清钱柳长得太高 采摘叶子就变得很麻烦 而种植清钱柳 主要就是为了得到这些珍贵的叶子 为此 它们做了第二件事情 矮化 虽然矮化不是什么新技术 在果树的栽培上被广泛的应用 但是这项技术非常实用 老百姓掌握起来非常容易 在这里就是那树 苗子长到大概一米高的时候 就把这个顶上就去四把它剪掉 剪掉之后 控制了树往高处长 枝条开始向四周生长 枝条很多 叶子也很多 就是这个植物的那个三角特性 它就把它顶不出了以后 它就斜着讲 分枝分得多 就这样矮化之后 原本长得高大挺拔的树 变得不再那么高了 而且是一层一层的枝条 因为青浅柳最珍贵的就是它的叶子 矮化之后枝条多了 叶子也多了 现在矮化之后 采摘叶子变得很容易 通过人工化种植和矮化技术 推动了青浅柳产业的发展 在湖南绍阳的武冈地区 大山里的这些山泉水被截流住 存在两个大大的水池子里 为什么要把山泉水 引到这两个大池子里呢 这两个水池子是用来养额的 湖南绍阳的武冈 是滋水污水取水的发源地 一直以来 当地极少有工业 基本上没有污染 据检测 这里的山泉水最主要的特点 就是各种矿物质元素的含量丰富 而当地人习惯散养鹅 这些散养的鹅 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水中 我们这个鹅喝的水 就是山泉水 这个水的比较甘甜 我们直接就可以喝的 这个矿泉水一样的 这个水 矿物质含量丰富 因此鹅的身体免疫力就强 所以当地人养的鹅基本上不生病 品质也非常好 这种鹅味道鲜美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 就是当地的水质好 这种鹅在过去 大多数是以散养为主 但是随着市场需求的增加 一家一户散养铜鹅 已经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了 于是当地人开始搞起规模化养殖鹅 那么怎样做 才能够做到既能大规模养殖鹅 又能最大限度保证它的品质呢 因为这鹅的品质与山泉水 有着很大的关系 要想保证鹅的品质 就必须保证鹅能够喝上山泉水 鹅的数量变多了之后 如果让它们还像散养一样 自由地去喝山泉水 就会对水源造成污染 那么怎样才能让鹅既喝上山泉水 又不破坏环境呢 我们这个水就从这个山里面流下来的 这是没有污染 很自然很天然的一个水 它们采取的方法 就是建起两个大池子 把山泉水引进来 大多数的时间 鹅就在其中的一个水池里 稀稀玩耍 而一旦遇到突发事件 这个大水池的水不充足时 就让鹅进入到备用的水池了 这个就是我们应急用的水池 平时取成的山泉水 万一这个水不够的时候 我们应急用这个水来喂这个鹅的 每天都有新鲜的山泉水补充进来 然后再放掉一些水 这样就可以保证水池中的水 一直保持相对的新鲜 必须要喝山泉水的鹅 到底是一种什么鹅呢 听它的叫声 这气势可真是不一般 声音非常响亮 它的圈跳力比较强 能够一公里之内就能听到它的叫声 它清脆而有穿透力的叫声 就好像是敲的锣鼓一样 因而它有了一个形象化的名字 铜鹅 它的那个叫声呢 有类似于那个打铜鹅的那个声音 所以叫做铜鹅 除了叫得像敲锣打鼓一样响亮 它之所以叫铜鹅 还跟它的颜色有关系 武钢铜鹅有两种 青铜一般的羽毛 青铜一样的嘴 这种铜鹅叫青铜鹅 另外一种也是铜鹅 它名叫黄铜鹅 铜鹅的原产地 就在湖南少阳的武钢地区 它曾经是朝廷的贡品 我们这个鹅呢 养殖的历史有五百多年了 在明桥的时候 它就是皇帝的贡品 在过去 铜鹅能够成为宫廷宫品 就是因为它的品质好 这个民间自发选 与流传下来的品种 和当地人的饮食习惯有关系 当地人喜欢用清水饱鹅汤 很少用什么调料 这种不用调料的吃法 最能够检测鹅是不是好吃 时间久了 就把最好的品种给留了下来 所以就选了个没有腥味的 露制鲜的鲜嫩的 有牛肿留下来 满于后代 把那个有腥味的那些 就淘汰了 然后经过很多代 很多代的选域 就形成了这个品种 当地人除了喜欢喝汤 还特别喜欢吃鹅掌 因而经过几百年 选育出的红鹅 都长着一双大脚掌 在鹅当中 这么大的脚掌 是绝对少有的 除了鹅掌之外 当地人还喜欢吃鹅翅巴 铜鹅都长着一对大翅巴 铜鹅的养殖 铜鹅离不开山泉水 但是如果只有山泉水 那也是不行的 味道鲜美的铜鹅 还需要其他的配套技术 让铜鹅在秋天吃草籽 就是配套技术之一 尤其到了秋天 草逐渐枯黄 这些草籽是铜鹅最好的食物 在没有草籽的季节 他们就借鉴牧民放牧的方式 放牧可不是简单的 把铜鹅赶出去 任由他们吃草 而是要计算好 铜鹅的放牧时间 放牧时间太长 会消耗铜鹅太多体力 放牧时间太短 这铜鹅又吃不饱 一般早上八点八 放出去 中午十一点八到十二点 赶回来 逐渐的铜鹅就养成了习惯 如果到了时间 不把它们放出去 他们就会扯着大嗓门 一直地叫 到了时间不去 它就不舒服 到了时间 它只是会 你就不去放的话 它会直接 光光光地 脚要催起你 把它放出去 目前铜鹅已经成为当地的主要养殖品种 并且已经被评为国家地理标志性产品 随着铜鹅产业的扩大 铜鹅养殖的规模越来越大 铜鹅的市场也经常出现波动 有时候会出现卖男的问题 辛辛苦苦养殖猪的铜鹅 附加值不高 养殖户的经济效益受到影响 如何才能让铜鹅养殖的产业链条延伸出去呢 铜鹅的加工 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铜鹅的加工属于鲁制过程 铜鹅养殖的铜鹅养殖很独特 它有两个创新点 第一个创新点就是不直接铜制 而是在铜制之前 把鹅的全身都涂上糖色 然后再放进油锅里炸一下 这样鹅的颜色会比较好看 铜鹅养殖的第二个创新之处 就是要经过五次铜制 第一道卤是小火微卤 卤水开了之后 要立即把鹅放进去 开锅五分钟后 再把鹅捞出来 鹅的身上已经沾满了老汤 这样让鹅慢慢地自然冷却 冷却的过程是滋味 慢慢渗透的过程 捞出来让它自然冷却 冷却之后肉质它就会紧一些 就没有那么松散 从外面到里面多元凉透才可以卤第二次 一定要让鹅自然凉透了 然后再进行第二次卤制 开锅五分钟后 再捞出来自然晾晒 让鹅慢慢地凉透 这进进出出 这样的卤制一共要经历五次 好 卤到五到 它完全就渗透进去 五次卤制工艺 滋味和颜色都会慢慢地从表面渗透到里面去 所以卤制出的鹅从里到外 都是很一致的颜色 我们经过五次的反复的卤制 它就一点一点地把它生套进去 等里面我们的肉质里面 琴线有黄色的 去了那个黄色的肉质了 我们就吃起来就很香 就味道也入套进去的 目前铜鹅的卤制技术 已经被应用到了其他方面 这样有效解决了当地农产品 储藏难和卖难的问题 而且还让当地农产品有了更高的附加值 青钱柳 铜鹅 这都是湖南绍阳地区的特产 而科技的注入 让这些特产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也为当地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效益 好了 如果您想获得今天节目的相关信息 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联系方式获取 感谢您收看由政大独家冠名的科技院 下期节目再见 啥样的红薯竟然卖出了猪肉件 这样的育苗方式你见过吗 第二行压在第一行的尾片 红薯苗为啥非要折叠着仔 种红薯收红薯 它们又发明了哪些神奇的机械 科技院下期讲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频道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次会订阅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下期待 谢谢大家